今天是2020年的4月5号 乌拉圭的又一个大晴天 花开的依然很好 我们家的辣椒又可以收几个了 每天我都会把这些红了的剪下来 然后放到太阳底下去晒干 这是我老公昨天狱的苗 分别都写上了标签 这个有可能是冬瓜 但是从来没有长大过 我还拍到了一个不明飞行物 长得非常像苍蝇 但是个头比苍蝇大很多 生蝇也跟它们一样 通体都是绿的 翅膀煽动得极快 像蜂鸟一样的停在空中 这是我们家的无花果 几年了 我们好像没有吃到果 这是我们家长得果实累累的橙子树 每年我们都吃不完 它自己会掉在地上烂掉 有的在树上就会烂了 这是我们家的柠檬树 前段时间刚修理过 这是可怜的小桃树 好几年了还这样 这个树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树那里那样 如果我们在树上 就算了 如果那么多 就像我们家长不一样 这个树上